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出去之后就看到一排的炸机都炸烂了 对 炸烂了就用不了了 全部都炸烂了 那个巴勒通读卡器啊 那个屏幕啊 那个玻璃啊 那个门啊 都烂掉了 用不了 当时心里就想 哎呀 挺心痛的 我不是挺心痛那些年轻人啊 回忆起2019年下半年香港社会的黑豹事件 港铁检修士阿诚仍难掩心中的百感交集 修理风波期间 香港地铁成为激进示威者的发泄对象 出入口被烧 炸机被毁 售漂机被砸 作为检修士的阿诚坦言 当时自己的工作量也跟着骤然翻了好几倍 他们一周我们又要出来收拾了嘛 玻璃啊 全部都要扫啊 那些坏了 就封住它 工作量啊 一定比平时多 多几倍了 对 因为赶着明天要给乘客用嘛 就进来没修嘛 它如果打烂了只是硬件的问题 就有零件的话我们可以换 但如果它有些是用那个水啊灌进去啊 那基本都用不了了 那全部都要换啊 那个电线啊 什么都要换 就是忙不过来啊 也也没想多少了 就修了一步就一步嘛 黑暴期间 暴徒猖獗 港铁屡屡遭难 但有市民发现 往往前一晚刚被毁坏的地铁站 经过连夜整修 又于次日清晨重新向市民开放使用 自此 港铁的自愈能力和香港效率一度受到外界称赞 但鲜有人知 这背后是检修工们的默默付出 2010年 阿诚从地理维修专业毕业后正式加入港铁 检修师这份工作 他一干就是十年 港铁白天人流量大 平日的检修工作也多在夜间进行 阿诚的工作时间常在晚上11点后到次日上午7点前 虽然辛苦 但他深知地铁对香港人的重要意义 便自觉一切值得 冬天像现在这样的话 它晚上一般都是两三度这样的 在外工作就比较寒冷 对香港人来说应该是 没有了地铁就好像没有了松腿这样 这些能让市民让他们可以快速地回家上班 也是一种挺好的一件事 经常都有乘客过来说辛苦了 有时候听这样一句话就比较干净了 行事 检查 测试 维修 对于阿诚来说 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地铁站住度过 站台中的每部电梯 每台票机 每个闸口 都已如同自家家具一样 亲切而熟悉 十年光阴如白居过系 阿诚也通过一方小小的地铁票目睹了港铁的发展 从一开始的车票是单一的车票 没有那个磁圈的就用那个机器插进去 跳出来那种 到后来就用那个NFC那个功能就可以 抬在那个读卡器上面就可以进站了 到现在的话就可以用那个手机支付了 就可以通过支付宝的二马进站了 如今 初出茅庐的毕业生 已成长为一名熟练的检修师 在这名90后香港青年看来 当下的香港年轻人应该承担起自身的责任 除了好好读书 站出来消解怨恨 弥补裂痕 为家乡做贡献 也是一份必不可少的责任 我认为香港的青年应该要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要做好 做好自己的本身 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责任在 青年学生他那个责任就是读好书 为将来打好那个基础 走出校园当然要对自己的地方要做出一种奉献 让这个社会不要那么多怨恨 也是一种责任来的